大家好,我是小颖 今天我要用胡萝卜,香蕉,糯米粉做一道甜品 胡萝卜切片 加水 打成胡萝卜汁 碗里倒入400克糯米粉 40克白糖 320克胡萝卜汁 搅拌一下 再揉成光滑的面团 盖上盖子醒15分钟 香蕉切小块 手上抹上油 取一块面团 揉圆 再压扁 再把香蕉包到里面 再出圆 再放到干糯米粉的网里 再放到干糯米粉的网上盖子 要用这样的方式 拌下去 锅里倒入水 大火烧开 放入小丸子 大火煮五分钟 盘子里倒入椰蓉 白糖 搅拌均匀 丸子飘上来了 就可以捞到椰蓉的盘子里 左右换动一下 粘上椰蓉 有美味的甜品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请收藏哦 谢谢大家 有勇气说出我爱你 一次次两大变成